你玩的挺哗哗呀 我没有 你别乱想行吗 我没有 干过对不起你的事 好吧 这啥子 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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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在玩火了呗 我看看去 怎么了宝贝 发火干嘛呀 谁让你进来的 没人让我看你发火了 进来看看你怎么了 家是家 公司是公司 你给我收条规矩 行 收规矩 我得跟你缘法相张了 至于吗 听 听你说吧 第一 第一 在公司不能跟我叫宝贝 你得跟其他人一样 跟我叫王总 行 王总 第二 我的办公室 你不能随便进 你不能跟我走太近 行 第三 你不能让员工知道咱俩的关系 行 没问题 第四 不就三条吗 闭嘴 我说多少条就多少条 行你说 第四 就是 还有 你不能因为我们的关系 耽误你的工作效率 行 说完了 就这些 那我出去上班了 去吧 等等 下班等我一起回家 好 等着急了吧宝贝 我不着急啊 我也没等你 哎呀 干嘛呀 还生气呢 我等我家 娜娜宝贝呢 我没有等我们公司的王总 那不是在公司吗 你好了 别生气了 你是谁呀 现在 我是你宝贝呀 干嘛呀 行了 好了 还跟我约 公司是公司 家是家 行吧 要不然这样我请你吃大餐 你就这个哄我 走了 走 嗯 啊 这是 这啥呀 你的 我的 不是 我不知道谁的 这是谁的 肯定不是我的 我不穿这东西啊 不是你的吗 还是穿过的 嗯 我不知道 还是破的 你玩的挺欢欢呀 啊 我没有 你别乱想行吗 我没有 干过对不起你的事 好吧 那这是谁的呀 我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怎么会在你车上呀 不是娜娜 你别激动啊 我 我 我看到这个 我还不激动是吗 你还要让我看见什么 不是 那不是 不是我的 不是 不是 我没 我没干过这事啊 我没有对不起你 那我想问问 这是谁的 我 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解释啊 这到底是谁的 不是 你先给我看看好吧 我不知道 我没有 我 我朋友开车了吧 可能是啊 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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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车 你朋友啥时候开你车了 我 我我我我真不知道 娜娜 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解释 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解释 你相信我吗 我真不知道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 哎 娜娜 娜娜 娜娜你别走 娜娜 娜娜 我再休息一下 准备一下 准备一下 嗯 我拍了时间 不是 跟啥呀这是 不是 什么打手机 我怎么才会这儿 我早上拿错了 嗯 你 我这 我刚不是让你给那个甲方打电话去了吗 啊 对对对 那个 是 甲方说那个咱们的那个那个那个方案可以 行 那个十分钟后吧 行吧 十分钟后 楼下集合 嗯 由于这次活动比较辛苦 然后 一线就不用去了 为啥呀 不为啥 你就留下值班了 你就不用去了 三会吧 哎 小鹏 等会儿 啥活动啊 小鹏 王总 我姐 那个王总说的 说上 北京翻了五玩一圈 我说的是 这活动这么辛苦 啥活动 这活动还不辛苦啊 出去玩 不说了兄弟 我收拾东西去了 我 那这把我给扔下来吧 你是不是得罪他了 我没有吧 那他怎么这么正倔你不带你去啊 我也不知道啊 哎 我先下楼了兄弟 好好吃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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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好好加班哦 拜拜 你也走 加油 加油 怎么着 我去班哦 一线刚 滚 一三 啊 你刚说三话了是吧 我是说了一句 罚款五百 工资里扣 不至于吧 公司你就得守公司的规矩 不 娜娜 我那个真的不是 叫我杨呢 你忘了我跟你约画三张了是吗 王总 那个丝万我真不知道是谁的 现在在公司呢 我不相信别的 那我想跟你解释清楚啊 你昨天都没跟我解释清楚 你今天跟我解释什么呀 那你不相信我了 你没有让我看到真相 我只能相信我自己看到的 忘了告诉你了 密码换了 你今天呢 就去你的丝袜家住吧 丝袜家 那我 我套个丝袜睡觉啊 你可以搂着他呀 你再把他弄破 你多会玩呢是吧 不是娜娜你别误会 那个丝袜我不知道是谁的 那破洞 好好举袜你别跟我废话 下班回家啊 我把这加班加的 哎 那是安娜吧 怎么跟男的在一起啊 我悄悄地跟着他 看他去哪 安娜 上车吧 哎 你跑什么 哎 跟我上车 先跟我上车 你干嘛呀 我什么也不干 我就想说他是谁 是谁跟你有啥关系吗 跟我没关系吗 那咱们俩什么关系啊 我不知道咱俩啥关系 那你就不想跟我解释清楚了呗 你丝袜的事还没跟我解释呢吧 丝袜的事我不知道 那我还不知道呢 我都看见了 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小区门口 我为什么会抓到你 你跟踪我是吧 你不是去北京了吗 对啊 回来了 为了他回来的 我们一块去的 马上老开心了 你故意的是吧 我没有故意啊 那你现在把我当啥了 你感觉你是我什么 我现在不敢感觉我是你什么了 我现在就想知道他是谁 他是谁你现在都不告诉我 丝袜的事你跟我说一遍吧 丝袜的事我说多少遍我也是不知道 你今天不给我解释清楚这个男的是谁 你别走 让我下去 下不了 你必须告诉我他是谁 小鹏 小鹏 你跟小鹏什么关系啊 那你管不着 那你的意思 你也没把我当成什么人 对吧 好 不用说了 不用说了 我明白了 就这样吧 车还你 我不开了 再见